235 太陽報 人行暗示外之惡意估空 2015年7月4日財經B02面對內地股市大跌市 人民銀行旗下看日《金融時報》發表題為打擊惡意做空黑不容換評論文章指 有國際投行由去年底開始唱好胡宗子可想望如16000點 吸引大量散戶蜂擁入市後 時隔不足半年就反口指活中止意見頂 並暗示此輪迪史中浮現之本大惡黑意估空的 象 強調會堅決打擊惡意估空者 評論文章張茅頭直指摩根史丹利等國際投行 點名大摩於去年12月5日爭議測明年護紙或漲到16785點 激勵散戶蜂擁入市 為該行在今年6月26日胡宗子暴跌後突然反口指 不要在近期投資中國內地股市 胡宗子6月12日的高點 可能以標誌光市到達頂點 文章指 大摩並非唯一一家座預測A股走勢前天後倒的國際投行 認為這些國際投行事先煽動散戶入市 相及半年再增傷看淡及預測股指下跌的低位 激發散戶的恐怖心理 令散戶再暴跌中方不擇路及智商踩踏 最終陷入惡性循環的暴跌怪圈中 誇大風險動搖信心文章指 此輪A股暴跌是否源自外之股空並不重要 重要的是近期股市下跌有資本大惡黑熱股空像 並指有關的資本大惡者國際投行密集發聲 跨大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和股市泡沫風險 動搖投資者持股信心 最終形成股市整體性恐慌拋售 不過 興業正勸宏觀分析師王涵為外資暢淡造法護航 他說在A股跌勢下 全球資本正接受低收益高波動的外部環境 認為外資並非系統性股空中國 但由於A股去桿桿的風險上升 顧外資短期編好香港市場 例如跟蹤互心300的ETF 近期的確遭到拋售 但跟蹤港股的ETF 則被大幅申購